首相伊斯曼莎比里新上任之后的首要挑战 就是要组他的内阁阵容 特别是要选出副首相 这就让他嘴头痛了 昨天各大媒体引述武统及土团党传出的风声说 伊斯曼莎比里最后可能别无选择 委任土团党的议员出任副首相 而最后只剩下土团党的总秘书韩沙赞奴丁 和最高理事阿兹敏这两个人在争夺副首相的位置 而阿兹敏的呼声是更高的 因为阿兹敏他手上掌控了至少10名国会议员的动向 就像他之前率领他们离开西蒙一样 随时可以再发动叛变 撤回对伊斯曼莎比里的支持 那对于阿兹敏很可能因此被委任为副首相的传闻 阿兹敏的政治秘书希尔曼就发文告驳斥网媒的报道 并且否认阿兹敏威胁撤回对伊斯曼莎比里的支持 来争取副首相的职位 希尔曼还在文告当中说 这些报道是带有恶意和不负责任的 目的就是要破坏国盟的稳定和团结 不过对于阿兹敏可能被伊斯曼莎比里委任为副首的传言 武动最高理事补爱则在面子书上很不客气的贴文说 如果伊斯曼莎比里他真的委任阿兹敏为副首相 就如同在自杀 为什么呢 他认为在过去国盟执政的时期 阿兹敏他的道德以及表现一直都很负面 要是真的委任阿兹敏做副首 这难道不像是在自杀吗 补爱他还补充说 伊斯曼莎比里是通过民主及宪法受尾的首相 因此不必害怕威胁 或者说哪一方突然要撤回对他的支持 最后补爱还建议说 最好呢 就是悬空副首相的职位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遏制各个阵营 试图要游说 或者争取副首相的职位 而那一位曾经传出也有可能出现 成为副首相人选之一的土团党老二阿末法伊莎 如今看来 他已经率先被踢出局了 有记者就问他了 那您会不会因为当不了副首相而感到难过呢 我们来听听阿末法伊莎 他如何接招 要是落选副首相会不会难过呢 土团党书理主席阿末法伊莎 今天出席霹雳州议会之后 在记者会上被问道士回应 如今他身兼国州议员 已经够他忙的了 因此当不了副首相 他一点都不觉得难过 阿末法伊莎还说 他在担任霹雳州大臣的时候 被拉下马都不见他难过 所以没有被受尾成为副首相 当然也不难过咯 他指出 土团党最高理事会 已经在早前的会议上决定 将由土团党主席穆尤丁全权负责 向首相建议入阁的名单人选